昨天4月21号 在神树瓶的狙击手们 拍到的在隔离院子里面的福宝 第二周福宝的隔离简易日记里面 就有福宝在院子里面玩耍的视频 从上一周开始 他就已经在院子里面自己玩耍了 福宝来了好多次这个墙角的位置 猫猫碎碎的 这是在预谋打算越狱吗 果然后面又来爬墙了 像福宝这样古灵精怪的性格 确实不会甘心在院子里面老老实实的待着 估计老子里面都已经预谋了好多次越狱的方法了 他又在爬墙了 希望福宝隔离结束之后 可以在神树瓶这边外展 看福宝会不会把神树瓶变成神土瓶 小奇迹现在每天都在兢兢业业的拆家 护护院子里面的植物 就等着福宝外展之后 两只海龟决一高下呢 看到新闻报道福宝这个画面也是好搞笑 这么大只熊坐在神树瓶里面 好像一整个要把神树瓶给震住 福宝回国的时候 在飞机上面和下的飞机在机场 都在霸气从容地干饭 这一点是完全遗传了他的爸爸原心 左下角是原心出国的时候 跟福宝一样的 在飞机上面和下飞机的时候 都是非常淡定的在吃饭 之前是觉得福宝长得像妈妈 性格像爸爸 其实这个角度看起来 福宝长相跟爸爸也很像像 真的是爸爸妈妈的好女儿呀 遗传了爸爸妈妈所有的优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